40岁 辽宁省复兴市商业绩效计算机专业 生如蝼蚁当有鸿鸿之至 命如纸薄当有不折之心 我叫赵鸣 主持人好 12位老板好 好 欢迎您 赵鸣 您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对 对 那个时候这可是一个很前卫的一个专业 但是看一些影视节目觉得这行业挺有发展 所以就想学计算机 您后来先是个人游戏工作室班专 班专就是一种游戏里打钱 就是不断累积叫班专 然后你这个离职原因是和小孩相处不来 什么意思 有一些他们招的人都是十七八左右的小孩 你跟他们相处不来 他们就上那去玩去了 你那时候多大 我那共二十多岁吧 二十多岁 没比人家大几岁啊 都算是同龄 但我比较成熟你知道吧 因为我父母都去世了 所以说我得靠这份钱够我你知道吗 你父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十九岁 我母亲先去世的 得一个脑血管疾病嘛 父亲是得个心脏病去世的 他们总认为我是怎么说 是一个不在听话的小孩吧 也是怎么说他们对我的评价很低 当时我连找工作都给我这么找 还捡过破了二呢 后来我就寻思 看一些贴广告嘛 小电竿的贴广告 我已经当一些送货之类的 过两年吧 又当他保安 自己养了自己 对 做保安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有四五年了吧 在北京做保安 每过一段时间 我会换一家 你成家了吗现在 没有 那你这个紧急联系人 他和你的关系是 这是我表弟 你现在跟家里人还有来往吗 基本没有了 他算是比较亲近的 对 比较亲近的 你们俩聊得来吗 聊得不算太来往 他总认为我的想法 就是不太靠实际 他就是总想靠打工养活家 所以我们思想有点差异吧 那你觉得靠什么养活家 靠什么养活家 当然也是靠钱养活家 对呀 所以说就是换那份工作 后来去了由娱乐公司 做游戏主播 离职写着不好干 怎么个不好干法 我当时也是存着靠玩吧 在网上那家游戏 我长上游戏公司长样 不知道 就是说让我说玩游戏能赚钱 当时我就是就进入这个 就是加入这个工会吧 也不算正经工作 每天就是靠他那个西瓜视频 那西游任务来赚钱 主要我玩的游戏吧 怎么说还有些人看 但主要没人刷雨 这一个游戏我播了三个月 我感觉你换个游戏 你才没人看 再播的话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决定不干这行业了 那你现在最近一份工作在做什么呀 最近一份还是干嘛 那你现在还在干吗 对啊 包括现在 对对 那你这次来录制跟单位请假了 对请假了 怎么说的 就是就直接说的 我去找工作去 对来费宁博说 大伙怎么说呀 他们有的祝福我 有的觉得我不可能找到工作 您今天来找的这个岗位叫 企业发展投资创意顾问 对 意向企业是两家投资企业 星空和威梦创投 对对 我想请教一下二位企业家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叫 企业发展投资创意顾问的岗位 他可能对这个岗位用的词有点太多了 那从投资机构来讲 主要就是投资经理或者投资总监到合伙人 那不太会去做企业顾问 因为投资毕竟还是以财务投资为主 嗯 这岗位也是我自己编的 然后您的期望薪酬写的是三万 对啊 我想问你的是赵明 你目前以你的报名表上所列出的 曾经做过的最高薪酬 是在上海这个酒店做保安 对啊 4200元 对啊 您今天来找的这个岗位 要的是月薪还是年薪 月薪 月薪 对 三万 您自身发生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让您能够匹配上三万的薪水 有过相关的案例吗 这玩意创意这东西吧 我感觉很重要 就想自己的思想就靠近商业 每天不同的想不停的想 终于我想到一些创意吧 哎 快说说 你都有什么样比较好的创意 我这个创意呢 主要是游戏行业和房地产 还有快递行业 好 咱先说说快递 好吧 这个大家接触最多 你快递行业有什么样的好点子 快递行业我就觉得 首先我看不少的平台吧 它没有什么珠宝进行销售啊 所以他们也是怕丢货 怕调换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怎么说 让他们研发一个保险箱 这是带GPS的 我相信以现代技术应该很简单 上面还有钥匙 钥匙孔和密码 这钥匙呢 是通过短信发给客户的 如果再不放心的话 可以找一些保险公司保险下的嘛 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让珠宝安全地 到达客户的手里 对对对 避免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 好 这是一个创意啊 接下来咱们说 你做过游戏带链 你说说游戏方面 你有什么好的创意 很多游戏吧 它都有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PK的时候 总有一个职业强 一个职业弱 所以说我想把这个职业取消了 让一个游戏网没有职业 这个人物进去之后 学什么会什么 这可以就达到一个游戏的公平程度 刚才还讲了房产 房地产你有什么创意 创意就是找一个比较凉快 自然灾害地上去建房子 这个创意也是别人已经 说实在已经有人想过了 但我的创意和它有所不同 我的创意就是建别墅 不是对那些工新城出售 而是对那些有钱人出售 就有点豪杰的意思吧 如果可能的话 就在这个山上建一些防空洞 可以存些粮食之类的 刚才不是别墅吗 直接就回到防空洞了 我快速回应一下你这个 第一个快递嘛 珠宝快递 中国的珠宝的电商市场 已经很大了 那你想的这个方案呢 现在是有解决方案的 就叫保驾 对吧 就快递的时候是可以保驾的 其实就一个保险 所以这个一已经有人做了 第二个是游戏 游戏呢 中国就有几十万开发者 全球可能几百万开发者都在做 你想的那些 就我们现在游戏的多元化程度 可能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了 你所有想到的都有 包括现在已经有 所谓的元宇宙啊 这些部分 可能未来游戏的世界有很大的变化 甚至虚拟世界的这部分 会越来越像真实的 所以呢 可能比你想象的 也已经走得更远一点了 第三个呢 是房地产 盖房子这事呢 我估计二十年前就已经在盖了 诶 赵明 你刚才说的这些创意 你有跟别人交流和分享过吗 有说过一部分 你说同事眼中的你 人才奇葩 说你是奇葩的这些人 对你的这个创意怎么看 我只能说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他们自然能当了宝啊 也证明他没什么能力 他们不管上废幕勺 也证明他没什么勇气 他也不能证明他有才艺 你说用一个笨人来评价 你有意思吗 赵明 从数字化的角度 你自己就已经是个元宇宙 你的世界 我们都很难进得去 你在你的世界 也很难出得来 你自己给自己幻想了一个世界 我们把这个叫元宇宙 能理解吗 我以为你的意思 但我也感觉 你们也是在你的宇宙里活着 就像你们也不玩游戏 你有什么能力来说 来评价我的游戏创意 你玩过多少游戏 我可能没有你玩得多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比你玩过多少游戏 我也很好奇 你玩过多少游戏 网络游戏最少有十种了吧 单机的话也有过十多种吧 你知道一年发 全球发行多少游戏吗 多少种游戏 它也没有名 你知道吗 他们的游戏都是幻壳游戏 全球主要的游戏开发商 我都有参与 所以我必然要研究 他们所有的行业报告 我不可能不了解游戏 无言理对 刚才您也和我们分享了 能不能行 可不可做 我相信企业家们 自己内心会有一个 评判的标准 现在您要的 期望薪酬是三万 您怎么能让企业家 给您三万的薪酬 您能有哪些价值 能够体现 赵明 职场里边 假设你要跳槽加薪 通过猎头 或者是说你自己投底 薪酬比例增长在 百分之十到三十之间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区间 如果到百分之五十和百分百 翻一翻 那就很高了 但是像您这个可能就 翻了十倍了 那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当然你说 真正做投资人的岗位 能不能拿到三万家底薪 一定有 但是我要是对应到 人港匹配的要求上 您的过往经历和资历 跟这岗位没有任何关系 您说您求这个职位 他就不可能给你这个岗位 他企业家不会为点子买单的 除非是说 你找到一个职位 然后您用点子给他便携 他给你分红什么 那是另外一种模式 但是不是这样的求职方式 我只能说一个人的价值 在于他干的不同的岗位 他站在一个高的岗位 他就有高的价值 你要是把一个人 放在门槛当保安 他只有保安的价值 所以说我要站在 顾问的价值 顾问那个岗位 就有顾问的价值 对 你说得非常对 所以说咱们就有 顾问岗位的要求 那因为我想比如说您一项企业 从那个许总这边 或者是到这个杨总这边 他们都会有对投资人 或者这个顾问的要求 过往招顾问可能从学历上 至少应该是本科或者研究生 这样的背景 或者有跟金融 或者某一个领域当中专业知识 您这块没有吗 对吧 这方面是没有 但我有游戏行业的专业 就是游戏方面的认识 对 我只要按我的创意 保证这游戏能超过 现在所有的游戏 理解 就是那个 另外一方面从经验本身 就是您得在游戏上 比如说您在这个腾讯 或者金山 或者某一领域 游戏当中 做过这个相关岗位 做出结果了 您再跟他说我能行 但是您是在大脑里边 您的世界里边 想象的这个去求职 就不行了 我这创意没有什么问题 我只能这么说 你刚才说了一点说 把一个人放到哪个岗位上 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 这一点是错的 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岗位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是放大镜 他能力有缺失也会被放大 他能力很强也会被放大 今天我把你请到这儿来做 不代表你就能经营一家公司 今天把我放到你那儿 我可能找一份工作并不难 就是岗位位置都只是放大镜 不是因为说 放到那儿就有价值了 是因为你原来就有价值 到了那个岗位 你的价值会被放大 甚至你的缺陷也会被放大 这一点呢 你可以不认同 但我希望你今天回去 能对这一点稍微思考一下 也许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你说得很对 我也认同 你还能说一些其他的 你的能力匹配上三万的薪水吗 我觉得管理能力也行吧 你管理过什么样的机构吗 有过管理的经验吗 或者你带过多少人 然后是什么职务 你做过保安队长还是什么 保安队长也很简单 你做过吗 没做过 我就问你 你管过人吗 没有 你有过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吗 没有 你有过管理这方面的学习吗 没有 那你刚才说 你还有一些能力 比如说是管理 你是怎么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达的呢 我只能说有些知识啊 并不是非要去学校去学 这说的不是知识 说的是经验 立场有两个人 他既没有工作经验 他还没有学历 第一个 江子牙 第二个 德赵 第二个是出口量 他呀都没有工作经验 那你就可以说 就是他们所说的经验实际并不重要 我觉得你是奇葩也好 你是天才也好 我认为首要应该解决的实际上是生存 我觉得现在不是你和我们讨论是说 你到底能不能拿到三万的问题 我觉得根本不是 是说能不能有一件事情 在您的人生过往到现在 您是81年对吧 咱们都是80后 能不能脚踏实际把一件事情 不基于什么呢 不基于个人的这种 什么不好干 和小孩相处不来 这些在我眼里 看起来非常可笑的这些方式来表达出来 我认为咱们要做一个成年人 就是我 你看你那上面也没写时间呀 就如果说我看你这份简历 我都不会跟你聊天的 但真心说 我觉得非你莫属是一个负责的平台 我觉得您站在舞台上 您刚才说了 说我已经比其他那些 和我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强多了 您的勇气我们鼓励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客观一点 脚踏实际地做好一份职业 我觉得比您现在在这 跟我们天马星空的讲 我真心说要好得多 因为毕竟是吧 您还要继续生存下去 就是你活在你的小宇宙里 但是你今天来到了我们人间 是吧 你想找一份工作 那这个我们确实不太理解 咱们不在一个维度上 虽然你是我老乡 赵明 咱们就来看看企业家们怎么选吧 这样 好吧 来 第一环节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 12位企业家最终的选择 其实我刚才在你阐述你的那几个创意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大家知道网络上有一个词 包括有的出版物也起过这个名字 叫天才向左 疯子向右 我是不赞同我们的观众朋友 仅仅因为刚才我们赵明提的那几个创意 就五段地下结论 认为赵明想的都不对 坐在苹果树下的牛顿 和看到那个水壶一直在冒着蒸汽的瓦特 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有人说他们是疯子 说他们是傻子 以你的身世 以你过往的经历 你还愿意去思考 愿意在你做过的这些工作当中 去发现 去发掘 在这一点上 我是很佩服你的 但是当务之急 先找一份工作 养活自己 然后更多地去了解社会 跟社会接轨 来看看自己的这些创意 有哪些能够真正地 在人类社会当中得以实现 我觉得这个优先的排序 我倒是建议你 这样去排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谢谢 谢谢